一颗精选,好知识就在耳边 很多贵民就开始问了 那我去京都好不好看呢 刚才我不是有跟你提过 京都的樱花美不美 那字不在话下 京都从西元的794年开始 就成为日本的国都 一直到1868年结束 将近差不多1100年的时间 那以他们现在的调查来说 京都大概有超过3000间的寺庙 跟所谓的神社 3000 我们没有细算过 我们也不太知道 这3000间寺庙 绝大多数都是有历史有来由的 那有的是王公贵族住主的所在 有的是以前将军的参拜的地方 那么这些寺庙当中 有17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指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像天龙寺 像国寺或清水寺这些地方 有17间 那么这些寺庙里面 或神社里面都会出现有庭园 那这个庭园里面 毫无疑问就种下大量的樱花 千年的古叉 百年的庭园 千年的古都 加上现代的樱花 就构成了一个绝美的环境 那最后呢 如果对美食有兴趣的贵宾们 如果你今天到了京都的市区 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辽阔 五平方公里之内 被米其林选中的餐厅 超过100间 很多地方你走路就可以到 几乎是一举手一投足 就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漂亮的景点 那特别是有很多 我们想说名人雅士 曾经在这里住厨逗留之后 又更增添了这个日本的代表性 举几个例子来听听看 比如说哲学之道 哲学之道开始走从金阁市 从银阁市走到南产市中间 又是两公里 又是几千颗樱花 那么在这个大正初期的时候 日本有很多学者 在京都大学任教 西田几多郎先生 他就在这个地方 曾经在这里不断思考 人生哲学该何去何从 不过我没有研究过 他最后有没有结果 应该是没有结果 但是那樱花是漂亮的 也就是你散步在哲学之道上面 你除了可以领略世纪的变化之外 你也可以感受到当时文人的气息 哲学之道是漂亮的 这个高赖川 高赖川也很漂亮 就在市中心 高赖川如果你想要吃饭看樱花 这就是最好的选择 高赖川的旁边叫做木屋丁通 后面叫仙斗丁 这两条街就是京都 一般庶民大众的饮食街 各位 你就可以在这里 不必用非常昂贵的代价 我说不用太贵 但也不便宜 因为毕竟物价比我们贵 那这个地方 高赖川这两边的樱花 加上这种饮食的文化 完全构筑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街景 一个不一样的文化 会有冲击 那么京都是不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观光客会在这里停留 毫无疑问 每一年京都这个地方 这个千年的古都 大概进去造访的观光客超过四千万 不光光是外国人 他们也有很多学生 有很多下外教学 这就是他们生活 这是他们文化 这就是他们构筑成为日本人的一部分 京都的清水是非去不可 毫无疑问 绝无悬念 所以这四千万包括了他们 你要怎么样去避开这些四千万吵杂的观光客呢 当我们用这种比较不是很有礼貌的说法 说别人是观光客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观光客 不过人都是这样 都很自私 有一招 第一个就是早上五点半 你如果就起床 您就可以避开他们 第二个就是晚上 如果你还停留在那里 你也可以避开他们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有一个观念 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不要住得太远 京都并不是一个非常 讲说友善的都市 我说到不友善是因为 它的物价实在比较贵 您要住在京都 你可能要付出比较高昂的代价 您要住在京都 可能它的生活环境会比较狭窄 我们在台湾住饭店的时候 房间十坪 嗯 还可以接受 二十坪 好像还蛮正常的 但是你到了日本 这个十跟二十就变成平方米 直接就少了三分之一以上 事实 因为地价比较贵 那京都要盖房子也不容易 为什么 京都房子不可以盖超过三十公尺高 三十公尺大概十层楼 唯一几栋盖超过三十公尺的 到今天还在被当地的居民而诟病 为什么破坏了千年古都的景观 房子盖不高 土地下面不知道有什么多少古迹 一旦挖下去以后 非常有可能就需要田野调查 你可能挖到两千年前的陶罐 可能挖到一千年前的铁器 你都有可能 所以它在这个部分非常的仔细而小心 也就是说 新的建筑在京都并不是那么容易盖起来 新的建筑它不有办法像新的土地上面 我要盖一百楼就一百层 两百层都可以 京都不容易 京都的人对自己的文化的坚持 会造成很大的妨害 但因为这样的关系 也就保留了京都原来的样貌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要的京都 所谓变与不变之间的差别就在这里 那有一个方法来克服这个问题 如何来克服呢 各位住在京都你就享受了完整的二十四小时的京都 你可以早上五点半到六点半到东山的清水寺 去听到清水寺的木屋跟城中 你可以晚上到高赖川去看到两旁的樱花 你也可以到木屋厅通去吃到你想要吃的京都的纯粹的料理 虽然价格有点贵 这就是唯一可以这个叫做突破的方法 住在京都绝对是唯一的方法 二十四小时是不够的 因为景点这么的多 漂亮的所在也这么的多 而且它在各个地方都跟其他的地方都不太一样 我简单这样说 所有日本到目前为止的十一住行的文化 绝大多数都来自于京都 有人就问 那东京现在是日本天皇居住的所在 各位那是1868年以后才搬到东京去了 本来住在京都 那么这些贵族 这些王公住在京都住了1100年 文化就是这样起来的 譬如说和果池 譬如说茶道 譬如说寺庙的文化 或者佛教的发展 或者是陶瓷器 或者是和服 绝大多数都是用京都的标准来做定调 有了贵族才有了文化 富不过三代 不懂得吃穿 所以京都这个地方的樱花 自然也承袭了京都人对美的感触 所以京都绝对是你值得一去的所在 那有人就说 那我京都如果住不到怎么办 也不要很难过 旁边还有大阪 大阪到京都坐新干线11分钟就到了 还蛮快的 坐火车去早一点去 就可以克服这个问题 那大阪饭店就很多了 有全世界的联署饭店都有 都很方便就住在那边 不过会出现一个状况 各位你到欧洲去的时候 每天要走很多路 到了京都一样要走 如果你不下去走的话 你很难去领略到京都的美了 那么一般的观光团 以旅行社的角度 我们都只做一件事情 在最快的时间 用最方便的方法 把你送到那个樱花的大门口 下去就看完 然后照相比个V 然后就上车 这样听起来好像也蛮奇怪的 有两种方法 如果您交通方便的话 当然就是自己去走一走 自由行也不错 那如果你觉得参加旅行团 也可以的话 旅行社会用最快的方法 来克服这些问题 人潮可能避不开 但是时间上会节省很多事事实 那么京都里面 即便是这么多寺庙 这么多美丽的樱花的地方 其实还有两个景点 我要特别跟你提一下 人会少一点 第一个地方叫伴木之道 在京都市的市中心 一伴两伴的伴 然后木头的木 支就是知乎者也的支 伴木之道 道路的道 这个地方就在京都植物园的隔壁 一般的观光客 都在另外一个区域 伴木之道 稍微偏僻一点点 走路就会到 伴木之道 就在京都的这个鸭川的隔壁 所以伴木之道 其实有点被遗忘的感觉 那因为我去的时候 我觉得伴木之道 没有太多的观光客 我就觉得很惊艳 就蛮漂亮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地方叫处上铁道 这也漂亮 为什么 各位 以前处上铁道 是一条废弃掉的铁道 以前是跑火车 上面载的是船 京都并不靠海 物产都必须要从外界运进来 那有一部分从日本海的渔货 要从日本海上岸之后 越过枇杷湖 枇杷湖到京都旁边 有个小山丘 再不过来 怎么办 日本人想了一个方法 索性做了一条铁道 把船放上火车 翻过小山丘 运到今天的京都市区 叫处上铁道 这个铁道的两旁的樱花 非常的茂密 非常的美丽 也就是说 先不论它的历史价值如何 但是景观上的震撼的程度 是非常值得一去的 叫处上铁道 再来就是蓝山杜月桥 天龙寺 杜月桥 那旁边 竹林步道 美国人曾经在那里拍过很多电影 比如说异记 异记就是在那里拍的 不过我后来去研究了一下 发现异记这部电影 虽然是好莱坞的大制作 因为主角叫杨子琼 叫巩俐 后来发现一件事 绝大多数都是在棚内搭景拍的 只有两个cut 两个景 是在竹林步道上面拍 非常漂亮 所以蓝山杜月桥 这整个山区 超过四公顷大的山区里面 据说我也没有算过 超过五千颗樱花 那这样的一个盛况 是不是值得我们逐一造访呢 蓝山杜月桥 因为就在京都的旁边 所以非常的美丽啊 非常值得一去 很近 也可以坐火车去 有小火车可以坐 也可以到了蓝山杜月桥 去在蓝山杜月桥上面 大雁山上游河 也很漂亮 因为很近的关系 值得推荐 京都是这样 那京都值得你花 三天两天的时间 慢慢去品尝 细细去品味 这是我对京都的描述 我看我了 我看你 有小火车 有小火车 有小火车